新加坡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房产日记的帕克 我们现在在CVD的中心丹荣巴格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新加坡最高的建筑物 华丽世家 华丽世家楼高62层 总高度290米 是新加坡最高的建筑物 在180米以上的高空 有金沙游泳池同款的无边泳池 空中城市景观建筑房 空中影院 中西厨宴会厅 空中阅览室 小区楼梯下来还能直接通地铁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好顶层豪宅 从地铁站出来在高楼林立的丹荣巴格 穿过城市公园就到了华丽世家五星级迎宾入口 酒店是礼宾服务 有朋友来拜访等候的时候 可以在迎宾大厅看看杂志 品个咖啡 迎宾厅后面呢就是我们私人的独立电梯间 从这个电梯间呢就可以上到我们的60楼 今天呢我们就上去60楼以不一样的角度 城市巅峰的角度 那我们就好好看一下新加坡吧 从一楼到60楼啊我们仅仅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高速电梯呢就在高速上升的途中 人不会感觉得到有什么不适 一进来玄关呢我们就正对圣淘沙的海 马上我们全落地窗就把整个圣淘沙的景色带进了我们的单元 单元约326平方米 全海景大平层设计 空间通过海景迎宾玄关分割成洞区和禁区 往左走 饭厅 厨房 大厅 小酒吧形成洞区 不同功能而又开放的空间 能让主人和宾客都有更高的活动自由度 整个洞区所有的区间都有全落地窗 洞区每个角落都不会错过海景 前几年有网友说心中有海哪都是马尔代夫 其实下坡雨后的晚霞一点都不输马尔代夫 不用闭上眼睛 每天不管在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听海 厨房分为中西厨房 西厨房采用导式设计 全部期间套装的电器都是使用德国设置品牌加格纳 加格纳对于厨房电器来说就有如厨房电器中的爱马仕 有时三百多年传统的德国厨具设计品牌 据说一道冰箱门就有840道工序 而813道工序还是纯手工的呢 西厨房的背后呢 就是我们的中厨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中西厨房之间我们是一道门分隔着 然后这边呢跟外面西厨房一样 同样是有七件套的格纳 厨具中的爱马仕 今天我们究竟吃什么菜好呢 无论是煎炒煮炸闷 无论怎么做 你的饭菜的味道 如果门不上菜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会跑到大厅里头去 除非你打开现在我们这一道门 厨房后面有佣人独立的房间 佣人也能享受自己独立分割出来的生活空间 厨房正对了饭厅 而饭厅又跟客厅和会客厅打通 开放的空间啊 社交未必要局促在圆桌会议的形式 毕竟大厅和会客厅也是一个好的场所 来我们一起来喝一杯 我们一起来尝一杯鸡尾酒或者威士忌 我们在这可以随便谈谈 我们该收购谷歌还是收购苹果 我们该去打高尔夫球 还是去下面的海去出海钓钓鱼呢 听说这样的人生才活得有意义嘛 对吧 除了公愁交错的朋友聚会 和家人团聚的快乐时光 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安静的时光 让自己好好充充电 沉淀自己的思想 放松自我 而禁区却是这样的充电站 入门玄关把所有房间割给了禁区 三个房间全是海景套房 在所有的房间里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边的主卧 喜欢主卧的原因呢 跟我进来 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浴缸 对着大海 天上白云 关上手机电脑 把自己泡一泡 感觉没有什么压力 是泡一次早 泡不走的 如果有 那就多泡一次呗 今天这一套超级豪宅 我们就看完了 接近一个亿的这种超级豪宅 小伙伴们觉得值不值呢 欢迎在评论区 还有在弹幕敲给我 其实啊 像这种垂直中和体 在新加坡的CBD来说 未来将是一个大的风潮 很多这样的垂直中和体 将会拔地而起 但在凌驾于南部滨海区域 这种国家级的大规划 也被誉为新加坡版的 大湾区的这种大规划 之上的垂直中和体呢 其实是非常的稀缺的 在上一年 政府在CBD写字楼区域 提升了容积率 也就是说 相同的面积能盖更高的楼 新建筑改建或开发 采用设计和价钱 双庆峰评估积分 与其说 华丽世家是一件 房产市场上的商品 还不如说 它是一件不容易过时 超前设计的收藏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